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节目就讲一下这个突发 原来就是一宗叫做大刀事件 当然有些媒体说是大刀 是很长的利器 有些媒体说是把劍 原来有人就报案 一部汽车就驶入了伦敦东北部一间屋之后 就有人被称是刺伤 之后亦都说有几个人受伤 包括两名警察和一位36岁的慈大刀 或者是劍 的人被捕 看回整个过程 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伦敦东北部海洛地铁站附近 一宗重大的事故 警方就在地铁站拘捕了一名徽母驻劍 这个独立部就说是劍 但有些报士就是大刀 反正是很长的利器 当然目前地铁站已经被警方封闭了 伦敦东北部的地铁站附近发生了这个严重事件 其实这名男子持有很长的利器 向公众和警方动手 警方说这名男子手持着一把劍 现在很多媒体说是劍 但也有媒体说是大刀 不重要 反正是长长的利器 把一架车撞向塞落花园的一个住所 然后结伤了一些人 这名36岁的男子被指控 在最终被捕之前 还向公众和两名警察 动手 令到他们受伤 当时结伤他们 其实 伦敦警方也是 当然 接报到场 消防员救护员 原来一些 救护车也是被派现场 当然伤者目前不知道 事生事事 警方 也没有 寻找到更多的嫌疑人 事后 在伊尔福德的 海洛地铁站 已经被警方关闭了 原来 这个北伊尔福德的 议员 叫 Streetting 他在推特上说 这个海洛地铁站 是发生了重大的事件 车站和道路已经被关闭 警察 还有救护 服务 还有消防员 现在向应 警方也表示 这次的襲击事件 看来就跟这些恐毒主义者 是无关的 另外 这个 辅助理专员 Edda Elican 也说 这个 相关人员 其实 也是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相当恐怖 他也知道 这个议员也知道更加广泛的社会恐惧感 是会持续的 亦感到震惊和恐慌 大家想知道什么 就会尽快提供资料 因为现在完全不知道 那些伤者是究竟伤得重还是轻 反正 现在就是critical critical incident 就这么说 伦敦警察厅也说 警方现在 在调查海洛地区发生的一件事件 请听从警方在现场的指挥 一个人被捉了 当然 这次特发消息在更新当中 之后如果有什么消息 我都会向大家 提供最新消息 但是看伦敦的这些 持都事件 其实都经常听到 很多 但是极端有的动手事件 伦敦 当然 是英国 持都犯罪比例最高的地方 这个 亦都是因为 地方大 人都集 伦敦政府也公布官方数字也显示伦敦在一年时间发生了 是1.3万宗和刀有关的犯罪事件 这个比例是全英国最高的 伦敦一些地区的暴力案件 是非常高发的 看回数字 原来英国国家统帝局的数字也显示 威尔士和英格兰地区 原来发生用刀 但是非致命案件是多达五万种 相当于 相当于 相当于一天136宗 伦敦警察厅 看到一件事 现在 真的相当可怕 威尔士和英格兰 其实 有人 试去的案件 是差不多七八弹 差不多七八弹 看回也是令人担心 之前我们说过伦敦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有钱老区就没事 其实伦敦市中心的西闻 西闻市 亦发生比例是比较高的 原来 这个 大都汇事件 有253宗 人均比例是最高 相当于 每一千人口 就发生一宗 最低的地区 也是有 但是 你知西闻市 其实也是一个 挺OK的地方 看上去 看上去 伦敦意外 当然 也有些地方 可怕 但是 你首都 其实 治安 说真的 首都人多 治安有人说不出奇 但是 都是需要应对 对吗 其实之前在三月底的时候 伦敦居民已经人心惶惶了 因为两名乘客 疑似在火车上面发生口角 结果一位黑衣男子 突然之间拿了把刀出来 就猛地 在发动攻势之后就逃跑了 受伤的男子 就是送到医院 这样的性命随危 后来就应该是无事的 警方 当然 现在接受治疗当中 其实警察就全力追捕 事发的地点 其实当时BNO也很害怕 附近是一间学校 紧急封闭 原来 也是下午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估不到又是一个站的附近 不是附近 只是火车站 就是背肯 背肯汉母书楼站 传出了尖叫声 一位新村黑色余泳服 帘帽外套的一位男子和黑色长褲 戴着口罩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车厢之内 拿着利器 接了另一位男子很多下 乘客当然尖叫 有人请求他停手 有人不断说是这三字经 就是说粗口 也有人 反应过来之后 立即报警 这个站 这个站 即是 去年8月大英博物馆附近亦发生了池都结人的事件 一个人受伤,嫌疑犯也被捕 因为近知名的景点 大英博物馆当时相当紧张,全英国都很紧张 一名男子受伤,警方也拘捕另一位嫌疑人 涉嫌造成是严重身体伤害 他亦早上发生,一位男子手臂结伤 在现场接受治疗后,救护车送到医院 受到更详细的检查 警方说这是一件事件,不构成任何孔都份子的事件 但伦敦还有一件事,真真正正是孔都事件 19年的时候,伦敦桥这个大都汇事件 原来那个人被定罪为孔都份子 他就叫Kent 当然,亦被定罪了多久呢? 16年有期徒刑也挺厉害的 警方就确认伦敦市区的 是池都事件的嫌疑人已经定罪 是一位孔都份子 这位28岁的嫌疑人 其实就是用利器杰 一男一女 搞到他们离世,另外三人就受伤 那之后呢 这个警方赶到的时候 原来 刚才我说了,其实他之前是试过被定罪16年 是之前被定罪16年,因为后来 警方赶到时就把他拦下了 这件事件发生的地点 就是伦敦中部的伦敦桥 亦是17年伦敦桥 这个孔都事件发生的地方 原来这位阿光阿Kent曾经因为 是参与策划波罗事件 他打算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放波罗 而被判16年有期徒刑 18年的时候 12月他获得释放 但仍然属于警方的监控对象 身上带有电子监测的追踪仪 同时他释放的条件之一还包括 是要参加英国政府囚犯改造学习班 这个项目 就是为了 令到曾经参与过这些极端事件的人 是 其实跟 中国差不多 你知道 新疆为什么叫他们参加这些班 就是去除极端化思想 重新融入社会 当然伦敦大都会警察局 也说警方 当时将这件事件 以恐得事件来进行调查 当然警方也说 这位男性 在其他心理健康状态 当然因为他人都没有了 你就不得而知 受害人很惨 受害人25岁 他叫Jet Mary 曾经就读于曼茨斯斯特大学 和监桥大学 这位 中文叫梅立特 其实是为 囚犯改造开设课程的协调人 他参与的 是为 是 改造囚犯而设的 这些项目 当日他在伦敦桥北部 附近一间大楼 举行大会 其实 这位 动手的Kent那位 其实是参加这个大会 几十人之一 会不会是因为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逼我参加这个会 其实当时内政大臣彭代宁 也说这次动手事件 当然 是孔独主义动手事件 也提醒了大家 其实这个社会还有很多潜在 人士要好好认真对待 伦敦市长简世德 也高度赞扬了 在紧急时间 向前制服这个动手者的路人 他说普通的伦敦人展现出 是惊人的英雄 般的事迹 冒着生命危险 勇敢地站出来 这个事件之后 很多人也将他一起制服 一名穿西装 带领态的男子成功 从这位可怕之人手上 是拿了那把是匕首的 这些事件当然不希望再发生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拜拜